你这个小妈佬就晦气了 见到你这个小妈佬就晦气了 亲爱的 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吗 漂亮 真不愧是美女 穿什么都那么好看 人长得好看有什么用 喜欢的人又不灵情 什么意思 难道你这么大的美女 站在沈默面前 她还有时间去看别人呀 现在见她一面啊 都还得去她公司呢 你不是开玩笑吧 你俩都订婚了 怎么还这么生分 照我看 你得用点手段 如果你跟沈默生米煮成熟饭 那 沈默他不想结婚都不行 你说呢 你去我看看吧 很好 我们可以再去试两件啊 好 这么多的不合适 你们说我是不是太没有气质了 我怎么觉得这些衣服 挂在模特身上都挺好看 但是一穿到我的身上 就完全不是那个感觉 小主并不需要妄自菲薄 以我看来 这些衣服都配不上你的气质 就是就是 像这种小店的衣服 当然配不上你了 我觉得那家好像也挺好的 那家很贵的 贵才适合你嘛 这让自己的女人 困扰价钱问题的男人 都不是好男人 走 好 咱就去那家 挑贵的人吧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来来来来 你看 这个还不错 这个 太便宜了不行 这个好好的 你是这个女子适合我吗 这个鬼 有些人一进来啊 整个店的格调都垮 你喜欢哪一块 到胃口 我随便看看就好了 她 不会就是你说得好聪明吧 可不是她 有些人啊 还真会自不量力 真的 真好 这位小姐的一个月工资 也就购买这件网上的A货吧 她要是穿上你们家品牌的衣服啊 整个牌子都漏了 这 这 我 你说说 这个女人不好惹 怎么就不好惹了 我说你的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怎么回事啊 欺负我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欺负我们家聪明 听见没 我要这件 这件 还有这件 好的好的 好 还有这件 好 我想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要的不是同款 我要的是她手上这件 这里的衣服 不是每一个人都配穿的 我 你给我打装 你要干吗 我干吗 我跟你说 从现在开始 这个店里面 所有东西 全都买 这个 那个 还有这个 这些 那些 所有 我全部 我都买 就凭你呀 就凭我 你这样 看清楚 看清楚 这 这 这 见到你这个向马老叫晦气 怎么打人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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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YouT companiontam 喊得不给你到 喊得不给你到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生气了 不要生气了 我长这么大 从来被别人打过 好好好 好 谁让你对我如此冷漠 我走这一步 是你逼我的 我这么多贵重的衣服 没个像样的衣帽间可不像 我要攒钱买更大的房子 怎么着 财神爷 要不要赞助他 你居然掉到前沿里去了吧 简直没救 不过话又说回来 今天我们得罪了郑宝珠 他可不是个好惹的主啊 怕他个毛啊 他要找麻烦来找我堂花好了 我当然不是担心你 我是 我最近在参与钻石匣的项目 估计特别忙 也没空管那些了 你又回迟事工作了 对啊 那估计今天堂花日一闹 郑宝珠以后 肯定老是找你事 没事啦 我都习惯了 会嘛 当然会啦 这女人最喜欢男威女人了 更何况还得罪过我 那不行 这一人做事一人当 如果让聪明替我受罪的话 那我宁可去找他 赔礼道歉 他赔礼道歉 没有那么严重了 唐花 不行 我真的要去找他赔礼道歉 你们俩谁也别拦我 等等等等 我知道他现在就住在池墨家 我带你去 这两个人怎么说风就是雨啊 这两个人怎么说风就是雨啊 来吧 这三个人 好 行了 走 走 家里没人 啊 家里没人 不行 我一定要去道歉 为了我们家聪明 我呼出去了我 我一定要感动郑鹏处 行行行 你干吗 进门啊 这么想上门 两三下来搞定了 想意思 看我啊 拜托大哥 咱们得点素质行不行 这是叫私闯民宅 我们是来道歉的 不是来抢劫的 你们 你们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 跑得也太快了 后面你先上 我再不进去呢 你们要去自己去 我再往里等着 来 你没事吧 郑宝珠啊 这次是什么戏码啊 所有啊 你不是有件钥匙吗 把这钥匙钥匙拿上 聪明 你怎么有他们家的钥匙 我 他跟迟墨同居过 喂 不是不是那种同居啦 我之前被变态盯上了 然后迟墨为了保证我的安全 让我暂时住在这里 我有自己的房间好不好 想那么龙龙 这啊 吓死我了 看来这迟墨还是个好人 来 你在这儿等我们啊 没想到郑大小姐平时里是个豪门千金 私底下却如此放浪 看来以前我真的是小看你 既然今天郑大小姐这么有牙性啊 那我 只好恭敬不如 从命啊 你想得美 我怎么可能用我宋小小的身体 去做迟墨该做的事 不管你是迟墨还是宋小小 你都是我的前男友 现在是我的未婚夫 我不是想色有你 我是真的爱你 她们怎么这么久爱不出来 盘花 韩依 我们回去了 你没必要跟我说对不起 我并没有真的怪你 只不过你当时离开我的时候 正值我父亲车祸惨死 再加上迟失危机 所以我一看你的脸啊 我就能想起那些 我不想想的画面 再加上 我爸死得这么蹊跷 我一直都在调查车祸真相 但是一直没什么线索 只要能弥补过去 我为你做什么都愿意 真的 我可以探探我爸爸的口风 看看你爸爸当年的死 有没有内幕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我 我们不知道你在这儿 我们先走啊 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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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误 误会了 我 没关系的 你是迟墨 聪宝珠是你的未婚妻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做什么都不关我事 你面前的不是迟墨 是宋晓晓 聪宝珠 聪明 聪明 你听我解释 我跟他真的没发生什么 什么都没有 求求你相信我 聪明 走 聪明 什么不是迟墨是宋晓晓 什么意思 他当谁 宋晓晓就是迟墨 迟墨就是宋晓晓 走了走了走了 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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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聪明 聪明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你是迟墨 如果你是迟墨 我还可以催眠自己 你是为了集团的利益 你身不由己 但是你为什么是晓晓 你为什么是晓晓啊 聪明 聪明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听我解释 好 你说 我听 我跟赵毛主在一起今天 主要说 那你解释什么 好大的脸 迟墨是我的未婚夫 我们两个在自己家里面 做情侣该做的事情 向你一个私闯明宅的人解释 笑话 你的未婚夫是迟墨 但是 但是宋晓晓他是我的男朋友啊 他们两个是同一个身体 迟墨是我的未婚夫 宋晓晓是我的前男友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指手画脚 够了 你活蛋 你骗了我们这么巧 纸墨跟宋晓晓是同一个人呢 我还以为你是真心对我们家聪明的 混蛋 骗子 别拿了我 你再大爷我报警了 聪明 咱们走 不要理这对狗男女 站住 这栋别墅的钥匙 是时候误归原主了吧 还给你 郑宝珠 这还轮不到你做猪 聪明 聪明 你听我说 今天晚上其实是他似有迟墨 我只不过是在不恰当的时机出来了而已 你 你明白的 聪明 聪明 郑宝珠 这样也就没你什么事了 走吧 这是迟墨家 我是迟墨的未婚妻 要走也轮不到我吧 好 你说得有道理 聪明 我们走 我现在不想看见你们任何一个人 让我自己一个人见一见 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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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难过了 像聪小小那种王八糕子 咱不要也罢 我明天就要买机票 你跟我回老家去吧 别得胡不开提那胡 他难受你就让他哭出来 不是 韩老师 这个迟墨跟宋小小是同一个人 你怎么早不告诉我呀 不是 我告诉你有什么用啊 我最起码不会让聪明吃亏啊 他让宋小小那混蛋欺骗了这么久 好 你知其人而不知其所以人 聪明早就知道宋小小和迟墨 是一个人 宋小小只不过是迟墨分裂出来另一个人格 人格 嗯 什么人格 这么跟你介绍 迟墨呀 得了一种病叫多重人格 博基俱乐部你看过没有 没有 那我这么跟你说 就其实他们俩就一个人 但是分裂出来两种不同的人格 就是你今天早上一觉起来 不记得昨天晚上你都做了些什么 那你就说他有病呗 那有病就去治病啊 他谈什么恋爱啊 他今天这么对我们家聪明 你是说破了天梯的开脱 我也不会原谅他 哎 我唐花为聪明守身如玉这么多年 我戒色戒卢 我连AV 我连AV我都没看过 哎 我唐花自打认识聪明起 就没有见他哭得这么惨过 所以啊哥们 这次聪明是我那么大委屈 你只有你能替他疗伤 不过你要是能把他从阴影里头带出来 我想他这后半生的幸福 全归你喽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开心起来 只有我能给他幸福 迟墨 迟墨 你弄住 你搞不定的女人 我来替你搞定 你查不出的案子 我来替你查 这样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以后 我来主宰 我来主宰 你叫什么名字啊 看得清啊 开幕 这是又回来了吗 回来了吗 为什么啊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看一看 你看好聪明 看起来好憔悴的样子 我听说啊 他昨晚去池总家逼宫了 逼着郑总监给他让位呢 哇塞 好凶猛啊 叫郑总监来我办公室一趟啊 走 有什么事啊 郑宝珠 我想跟你谈一谈 现在和我谈话的人是谁 迟墨还是宋晓晓 你觉得呢 我想跟你解除婚约 我想跟你解除婚约 想和我解除婚约 阿姨知道吗 董事会的叔叔伯伯们知道吗 郑宝珠 你别再用我妈和池氏集团家伙 这招用了太多我已经免疫了 是吗 但你不是迟墨 你凭什么和我解除婚约 你什么意思啊 别装了宋晓晓 就你刚刚那句话 迟墨她永远说不出口 郑宝珠 你跟迟墨的婚姻只不够是利益联姻 没有爱情的 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受得了 爱分很多种 我的爱就是战友 郑宝珠 但你这样说我真的是无话可说了 从逼我妥协到下药色诱 正保住我 你的行为让我很恶心 彼此彼此 你捅了我那么多刀 现在还想说服我去同情其他女人 宋晓晓你也让我很恶心 触回摇 丑明啊 今天这么早又回来了 现在全公司上上下下的人 都在议论我是一个不要脸的小三 说我介入尺末和正宝柱之间 我真的觉得身心俱疲 所以请了半天的嫁金回来了 小聪明 这首曲子送给你 你嫁给我吧 可是我还没有长大呀 那你长大后嫁给我吧 聪明啊 堂花是个好孩子 又对你那么好 你可不要错过了 聪明啊 作为你最好的闺蜜 我含义得劝你一句 还是堂花这样的好男人可靠 好 堂花啊 刚刚你拉的这首曲子很好听 你可以帮我再拉一遍吗 没问题啊 拉一百遍都行 混蛋 骗子 我可以帮我 你再大爷我报警啊 怎么哪儿都有 你怎么回事啊 你欺负我没问题 但你不能欺负我们家聪明 你听见没 爸爸和韩依都说得对 这么多年只有谈话始终对我好 你嫁给我好吗 聪明 刚才这首曲子送给你 你嫁给我好吗 你嫁给我好吗 唐和我呆 来 韩老师 怎么了 你听我说 我找到迟墨的主治医师了 我现在医院 你快来 我们一块儿挖点料 这样保证你知己知彼 百善百胜 宋晓晓现在已经对我十分厌恶了 有她在 我和迟墨的关系就无法有进展 我现在要做的 是除掉宋晓晓这重人格 让迟墨恢复正常 然后真真正正的 只属于我正宝珠 不行不行不行 这是病人的隐私 我是坚决不会透露的 不是 老先生 我们也不为难你 我们就是想知道 这迟墨啊 跟宋晓晓两个人搁中 能不能让一个来做主 特殊情况 特殊对待 我不能下没有科学依据的论断 还有 我知道你很尊重我医生的这个行业 但是我今天还不到四十岁 我希望你不要叫我老先生好吗 医生 医生 他的意思是说 能不能只剩下一个人 对对对 最好让迟墨那个人格留下来 对医生 你能不能透露一点 医生 我是迟墨的恶婚妻 我要你处理掉宋晓晓那个人格 怎么是你啊 小猫老是你 你来是 干掉宋晓晓 遇到这么一群人 我也是罪了 陈宝珠 你不和我解除婚约 你以为我就没办法了 我现在就上电视登报 我公开告诉全社会 不管是迟墨还是宋晓晓 都和你们有半点关系 好 金秘书 宋总书有消息了吗 他所有可能是的地方 我都找过了 全没有 那怎么办 我有十万伙计的事情 一定要告诉老板 十万伙计 嗯 宋晓晓 糖花 晓晓 糖 唯晓晓 我想静一静 聪明 出大事了 什么 你出什么事了 你别动 我来找你 聪明 到底怎么回事 聪明 从今天开始 我再也不是实时的董事长了 和郑宝珠也完全没关系 到底怎么回事 晓晓 你别吓我 我刚才用迟墨的身份 去电视台发表了一项声明 与郑宝珠正式解除婚约 聪明 我现在除了你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所以 所以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晓晓 晓晓 你到我这边来 清秘书会不会发现啊 好笨蛋 你真的是好笨蛋 你不知道吗 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来 你们家有没有绳子什么 绳子 寒衣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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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柜子里 画在下面 那边吗 嗯 有什么呢 来 这是干什么呀 你想想啊 万一一会儿是迟墨那小子回来了 那你肯定拦不住他呀 如果让他再去跟郑宝珠求和 那我昨天打巴掌不是白挨了 不行 把一个大男人囚禁在我的家里 岂不是非法进攻我吧 晓晓 你是我的男人 我会保护你的 好霸道 好喜欢 嗯 通明 通明 你干嘛呀 快点 帮我绑一下手 来 好 多绑领道 好 我吃吃脚啊 再帮我绑一下 好 好 对了通明 你得答应我 无论如何 绝对不能给我送宝 听到没有 我答应你 绝对不送宝 乖了 还是没消息 都整整一夜了 宋总助和金秘书已经快急疯了 郑小姐 滚 我让你滚啊 宋晓晓 一定是宋晓晓 真是阴魂不散 迟梦 迟梦我会让你后悔的 宋晓晓又做了什么 我被人绑架了 好聪明 怎么回事 迟大爷 我给你做了丰盛的午餐 嗯 看来 我是被郝小姐 你非法人生禁锢了是吧 怎么能这么说呢 晓晓说了 她是自愿的 而且我又没有虐待你 好吃好喝给你供着 怎么都不能说是非法禁锢吧 而且你看 我为了照顾你的口味 我专程 我特地做了你最喜欢吃的 我看是宋晓晓那家伙喜欢吃的吧 我的口味还没有沦落到这种程度 这可是 是 郝聪明 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马上给我解开绳子 否则 后果自负 不行 晓晓说了 不能解 好 黄聪明 你知不知道我在这里待一分钟 我的企业要损失多少钱 我告诉你 从这一刻算起 你倾家荡产都赔不起 你哪都不能去 你少威胁我 我是赔不起 正想赔得及 好 但就不好意思了 你 你干吗好聪明 你疯了 走开 走开 起来 好门单 好门单 醒醒 晓晓 晓晓你醒了 你有没有怎么样 我没什么事 就是身体酸痛 迟墨刚刚没有为难你了 快点帮我解开 我不知道 迟墨这个人真的很难缠 要不是我机灵 你今天就要吃大亏了 怎 怎么还没解开 不好意思 我打了一个死结 我先拿简单 天王盖地虎 天王盖地虎 包 包 包 打阵合药 好 你个冒牌货 竟敢冒充我们家晓晓 要不是我好聪明聪明 今天就真的被你骗了 聪明 我是晓晓啊 你饰演得很像晓晓 但是我跟晓晓之间 有我们两个约定好的暗号 你不知道暗号 所以你不是宋晓晓 你们两个还真会玩啊 郝聪明 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 我今天有一份很重要的合同要签 如果今天晚上之前签不好 持世纪三会损失两个亿 两个亿 你懂吗 你说的是真的 你学什么 那我也不能放你 晓晓说过的 那你把电话给我 我给金秘书打个电话 让他把合同送过来 不行 如果我给金秘书打电话 金秘书就知道你在这儿了 我要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你把合同的名字告诉我 我去公司替你把合同拿过来 好 谢谢师傅 不客气 说 到底看没看见那个公司 绑架过我的绑匪 他怎么会在这里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不是让你避避风头吗 大哥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想给你借点钱周转一下 你看 给你打电话吧 你又不接 我这不就亲自登门拜访了吗 你是不是又赌去了 你是不是又赌去了 我告诉你让你低调低调 你赞给我这个事 小心我灭了你 大哥 我这不也是没事干的 和刀疤见面的那个人 苏和眼柔 大哥你是过来人 你懂的 有的时候读语一上来啊 心仰难耐 这是最后一笔钱 你给我拿它 赶紧给我滚蛋 谢谢大哥 我 我是池梦父亲那场车祸的目击证人 刀疤是绑架我的人 刀疤跟那场车祸有关 刀疤又出现在池氏集团 这意味着什么 难道制造那场车祸的人 是池氏集团内部的人 不行 我要给池莫打个电话 不对啊 池袋还被我绑着呢 师傅 跟上前面那辆车 还有 我要被他发现 好 我都被你绑着干嘛 我给你点赌 我给你点赌 你听着不管是谁 把他引到池墨别墅那边 会有人接应你 务必要控制对方 好 师傅 我们问郊外看 好嘞 好嘞 池墨 池大爷 为了逃跑还真是费技心机啊 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 聪明 聪明 喂 聪明 你去哪儿了 什么 不是 你现在具体位置在哪儿 好 你听我说聪明 你先别着急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坐起来 我现在马上就过去好吗 嗯 你这个复兴汉 你有脸泡妞泡到我们家来了还 这聪明是心软好说话 我唱话可不是软蛋 我说实际 тем Kao 聪明 我也知道 在水上 不管你是迟墨还是宋晓晓 在我看来你们就是同一个人 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退婚 让我沦为整个圈子的笑柄 所有人都在看我的笑话 郑宝珠 你冷静点好吗 我告诉你 你现在不出现 我就从实事大楼上跳下去 行 我现在马上过去 你不要干什么傻事 好吗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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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波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银波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我也就说了 刀疤怎么会跑到 迟墨别墅附近来呢 一定有阴谋 这么弱 郑宝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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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让我死 只要我一个电话 你就会立刻飞奔到我身边 你没事啊 我能有什么事啊 你 你刚才不是说 你要跳楼自杀吗 我要是真自杀了 岂不是便宜你和好聪明那个贱女人了 看你那么紧张的样子 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郑宝珠 原来你是骗我 你竟然用跳楼自杀来骗我过来是吗 我 我就是想见你一面 我答应你 从此以后不会和你耍任何手段了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郑宝珠 你还不明白吗 我们的感情已经变质了 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爱的只有好多名 我不明白 我就知道我不能没有你 你要是和我分手 我立刻从这儿跳下去 我死给你看 你跳啊 像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 我不信你能舍得下一切为我跳楼 别的也信 迟梦 迟梦 你回来 迟梦 迟梦 这样都照不住你 看来我们注定不是要在一起的人 我还要继续吗 好 奇怪 明明有人跟着我的 我的感觉不会错的 我的感觉不会错的 决定我好 晓晓 我好 晓晓 韩逸 不好了 我好像被坏人跟踪了 我在迟梦别墅附近 快来救我 我好 好像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人 看来是我想多了 又见面了 别动 喂 不管你是迟梦还是宋小小 总之 聪明出事了 出事了 我刚刚收到了聪明的短信 他被人跟踪了 我打他电话打不通 喂 喂 好聪明 你这个蠢女人 你现在在哪儿 入门我 加油 来 喂 大哥 那女的我已经抓到了 怎么处置 很好 暂时别动 我的人马上就到 郝聪明跟宋小小到底说过什么 宋小小 你应该知道吧 聪明跟你说过什么 她的下落 患者多数遭受过巨大的创伤 或者遭受的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 宋小小出现的契机跟规律是什么呢 契机规律 契机规律 第二种人格的出现 都会有一定的条件 每次你作为主人格 请过来的时候 会有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是有流行语的 是吗 还是不行啊 不是 应该不是流行语的缘故 画一看 难道因为我允许的 是有流行语的 有流行语的 你以为我们有阻耀的 好对啊 是世界上的 真我以为你 我后来的 众人不同身为生 众人不肝血 我以为你你以为你 是一个专家为你 很唔意 你以为你 还有我专家为你 给你 我以为你 又托家为你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宋小艺到底让我这么做 迟墨 迟墨你要冷静 聪明现在有危险 没有时间再拖劳 你要冷静 冷静 想出一个办法 冷静 冷静 难道跟这个戒指有关 宋小艺 你给我听着 我第一次希望你出现 我告诉你 聪明现在有危险 只有你知道他在哪 有 可以 真没想到 你还能来到这儿见我 我来找你 不是跟你讲话的 那你是在干吗 想我 聪明危险 告诉我他的女 聪明有危险危险 发生什么事 我拜托你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告诉我聪明在哪儿 我只想批批安的 把她带回来 我告诉你 聪明是我的女人 我的女人 我自己回去了 告诉我 好聪明到底在哪儿 我警告你 马上放开 聪明在别墅里 不要耽误了时间 我应该去救她 你 我不放心 我相信 你怎么会对我 我相信 你怎么那么快 你怎么这么快 你不得了 你 石墨 我告诉你 我的女朋友不用你操心 你 苏晓晓 我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格 我能办到的事 不叫你多关心 石墨 石墨 我真没看出来啊 平时你装得这么清高 原来是一个喜欢觊觎别人女朋友的伪君子 你 石墨 我 我告诉你 不管你怎么说 封铭现在有危险 而且是因为刀疤所受的危险 跟我有关 所以我有责任去救她 好 沈默 那就等我救出我们家聪明 我再给你算这笔账 好 还好 我白开车 你还挺乖的 小小小在哪里 小小在哪里 看童银是在那儿被跟着了 快点 快点 这边 走 快点 快点 这边 走 这么晚了 你在我家里想干什么 这么晚了 我跟你说 别坏了我的好事 不然 白刀子紧 红刀子处 别坏了 赤大爷 你仰尊处优 这种小喽啰让我来 不用你插手 你给我回去 小小 小小 赶紧 小小 赶紧 小小 你吓死我了 我差点以为再跟不到你了 我想到我妈没有结婚 我还没有跟你生猴子 就这么挂了 我也太悲惨了 郝聪明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是不是有病啊 迟墨 你刚才不是还是小小吗 你占我便宜啊 迟墨 你没事吧 聪明 我是小小啊 我们八蛋迟墨 敢抢占我的拥抱 该死的迟墨 为什么我争夺不过你了 现在我只能以OS的形式出现了 上 说过来 周智一 调 快点 快点 刘萱 快走 快 你等等 喂 我已经给金秘书 打过电话了 他一会儿就过来保护你 聪明 你记住 一切要听金秘书的安排 别再过上麻烦了 听到没 曲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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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默怎么变得这么能打了 是为了救我吗 明明就是同一具身体 可里面竟然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灵魂 我现在到底是在担心迟墨 还是在担心晓晓啊 我就是因为我应该知道 会被绑界的猜想 然后就知道 都在担心中的好处 应该是在担心中的一层 不是真的吗 这些的这个感觉 就像在担心上一层 在担心对方的交道 我想这个时候 就像这样一层的肉 是吗 为什么你爱的人不是我 你可是干嘛呢你这是 给我脚 给我脚 你可是我们正式集团的大小姐 不 你看看你现在 这成什么样子这是 爸 沈默他不要我 他为了一个打工妹他不要我 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 爸爸一定会帮你摆了一局摆回来的 喂 这不是吗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见一面了 小小 如果你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人就好了 这样我就能跟池默 还有郑小姐划清界限 宣誓对你的主权了 现在这样一声不吭跑去解除婚约 池默醒了会去求和吗 他又会不会对你打击报复 谈个恋爱如此狗血曲折 简直是韩剧女一号的待遇 我现在才知道 这个女一号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你醒了 我给你准备了早餐 妈 你没事就好 我当然没事了 有你保护着我 小小 还是你的拥抱最温暖了 怎么了 是不是我哪里弄疼你了 你认错人了 你是迟大爷 完了 为什么迟梦的拥抱 现在和小小的感觉一样温暖了呢 你 你是迟大爷 你就喝这个玉米粥吧 医院附近也没有什么好吃的 我就在路边摊随便买一点 喂 那个是 这个 这个是我给我们家小小专门准备的蛋糕 我亲手做的 凭什么我只能吃路边摊 他就能吃你亲手做的东西 再说了 昨天是我因为救你受的伤 又不是他 好好好 齐大爷你最厉害了 不就是一个蛋糕嘛 有什么好争的 不过你真的要吃吗 我吃 感觉怎么样 好吃吗 总共 这么甜 我都说了 这个是我给我们家小小准备的 他喜欢吃甜食 你非要抢 有没有水 没有 探视时间结束 护士 我一会儿想做个血糖测试 没问题 你是说你的双重人格极有可能跟这枚戒指有关 这枚戒指不是普通的钻戒 上面这颗是陨石 我不知道它对我的人格分量也没有影响 但是我前几次亚人格出来的时候 我都带着它 而且昨天 我拿电流刺激上面这颗陨石的时候 我竟然成功把它叫出来 那看来这枚戒指上 一定蕴藏着一个特殊的能量 你把约翰维护身周安 不稳定的磁场能量 不稳定的磁场能量 这枚切实你是怎么弄到的 这是我家祖传的 就人类目前科技而言 对宇宙的了解不过是沧海一宗 我可以猛攻地告诉你 这枚陨石戒指 上面含有来自宇宙的神秘力量 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可以缓解焦虑 这也符合你的亚人格出现的原因 由于你遭受的意外打击 从而使你的精神状态处于一个不稳定的边缘 而这枚陨石戒指 刚好可以释放你的这种压力 来释放的方式是通过分裂 你出你的另外一部分人格来为你减压 你的意思是 这枚陨石戒指 才是引发我人格分裂的优异 如果把这枚戒指的功能毁了 你的病或许能好 我觉得 我们可以试试把这枚戒指消磋 消磋 消磋的话 我另一个人格就会消失什么 周医生 我想再考虑一下